詞曲 李宗盛 長後的婦女其實是做這種 美白跟會員部檢視的大宗 因為大部分都是因為長後有肉妙問題 然後又色水呈驗得非常厲害 那基本上都會很希望來改善這個部分 那他們是可以做的 但是必須要等這個二路完全結束 再可以做 那一般我們基因是兩個月後 都是一個安全的時間 家裡深層的部分沒有太嚴重的撕裂傷 傷口癒合都非常好 二路也結束了 是可以使用這樣的療程的 最常見的就是像企劃式雷射 它會綁定一個我們俗稱的聚景雷射 我們是做一個陰道及時 改善漏尿的一個療程 彩虫光啊 亞歷山大 那它基本上就會合併除毛的效果 然後來做一個合併治療 其實是可以的 這些痛感其實在敷麻藥的情況下 都是可以忍受的 那並不需要做到像全身麻醉啊 或是舒眠麻醉 這種深度麻醉 它的疼痛部分可能會稍微比的 在臉部的麻醉 稍微再強一點點 畢竟私密處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地方 如果說你做的是合併除毛雷射的 那一般來講我們會先 希望你把毛髮做一個簡單的刮處 那如果你做的是一般敬服的雷射 你通常還是建議毛髮要有一些清除 因為它會擋到我們雷射的能量 那你的能量可能就會被這些毛髮吸收 就分散 沒有辦法均勻地施打在我們的表皮上面 那當然這個部分也是要看 你想要美白的部位 如果你比較在的其實是胯下 這些其實沒有什麼毛髮的地方 那其實你在施打皮毛雷射這些 敬服雷射這種療程 是沒有影響的 建議是在前一天除毛 那當然說在診所有診所的人員 方法做除毛也是可以的 那只是說有時候自己除毛 比較擔心一個 就是會除得太乾淨 然後以至於我們的這個能量 沒有辦法被毛髮正確地吸收到 那但是如果說你的目的 其實只是為了美白 那毛髮的影響其實只要沒有遮擋 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比較在意的是黏膜的部分 就是大小陰唇 陰底那個部分的話 那當然還是計劃式雷射效果是最好 而且它 建效的速度是最快的 因為它就是等於是一個立即的修復 那當然如果說你是一般皮膚的 那皮毛雷射的效果會更好 疼痛度會更低 那恢復性也比較短 那如果你是想合併除毛雷射的話 那當然就是考慮一下 亞歷山大雷射這一種 那如果你是希望越溫和越好的 可能就是使用彩虫光 每一種雷射都有它的優點和它的缺點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應該是讓民眾 根據它自己的需求來做搭配 不管你想做哪一種療程 都要先找醫師做諮詢 尋求這個最適合你的治療方式 不管你考慮的是效果啊 還是恢復期啊 還是疼痛的程度 那以目前的療程規劃都有非常適合的 不同的選擇 那如果說不喜歡用輕入性治療毒人 那它其實也可以選擇 適合的成分的保養品 那也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改善